你可回来了 快快快 过来 你怎么还不睡觉啊 姑 坐着 坐着 怎么了这是 干吗去了 约会去了 和谁去的 关徐思雨啊 徐思雨 谁啊 思雨是我在巴黎 流学的时候最好的朋友 男的女的 徐思雨 思念的思 夏雨的雨 你说男的女的 和女的有什么可约会的 姑啊 你不会就跟我说这事吧 我去睡觉了 你也早点睡啊 少客带这瓜子上午 怎么不跟欧阳去约会 真是 六 六 你这坐什么呢 我一出门就闻着香了 小雅 我在桌上看您两张面膜 这保住器都快到了 我帮你用了吧 没事姑 你用吧 不用专门来跟我说 六 烤面包呢 是吗 给欧阳考的 小雅 故事过来人 你千万别听你爸的啊 你爸那是老脑筋 嫁个有钱人怎么了 你千万别管别人说三道四 他们那是技术 他们那是没机会 没本事 还有说什么 有钱人就一定划天酒地 就一定会养小三包二买 那都是嫉妒 怎么着 非得没钱非得穷啊 你辜负到穷呢 我当年也是要模样有模样 要身材有身材 还不是被他画千巧语的给骗了 这辈子怎么着 还不是变成现代这样 所以说贫贱夫妻百事哀 老话说得一点都不假 是 有钱人也有烦恼 可是人家至少不给钱发成 小雅 你自己想想 你要是真嫁给欧阳了 你这后半辈子就妥了 不光你 你爸 咱们整个林家 后半辈子就都妥了 你想想你爸 为了你的辛辛苦苦这一辈子了 花钱给你看病 花钱供你上国外读书 到现在老了老了 把他挤在这破屋子里 守着个破排档 你就忍心让他 像现在这样受谱吗 你就不想他晚年想想轻浮 我说句不好听的话 欧式家族给咱们丢块骨头 咱们林家都能啃一辈子 我 我说了这么多 你听进去没听进去啊 顾 我跟欧阳呢 真的只是普通朋友关系 所以你就不要乱猜了 你们现在是普通朋友关系 你也可以让他变成 非普通朋友关系啊 你也可以让他变成 我说了这么多 不是他秘书吗 你抓住机会 老话怎么说的 你追男别曾杀 你别犯傻 你不明白 这孩子从小到大就这样 我到了 有眼不尽的样 我跟欧阳不管是什么关系 跟你都没关系 所以我真的希望 你以后不要再跟我说这样的话 今天的牛角包 我专门加了新料 给你留有两个 你别忘了吃啊 我上班去 别犯傻 我 我不是说了以后别来接我了吗 我们家现在不光有我爸 我不是说了以后别来接我了吗 我说了以后一个特别奇葩的姑姑 要让她看见了 我今天晚上又别想睡觉了 什么奇葩姑姑 我多奇葩 你不会想知道的 好吧 以后我每天都来接你上班 不行啊 怎么就不行啊 这是因为你男朋友 我应该做的不可以拒绝 你手里拎的什么东西 野菜 牛角包 给我尝一个 你以后要一定要来接我的话 就再也吃不到我做的牛角包了 怎么这样 还说是普通同事关系 明明就是不想帮衬穷亲戚 这没有血缘关系的种 就是不一样 明天别来我家接我了 什么时候才能光明正大的送你啊 谈恋爱干嘛偷偷摸摸的 跟搞低价工作一样 就像我姐跟陈哲似的 当然啊 我们可跟他们不一样 我爸昨天说了 坚决不允许郭姐嫁给陈哲 你先告诉你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 我可以很肯定地告诉你 无论遇到什么 无论我爸怎么反对 我都会坚持 请你相信我好吗 我当然相信你了 好了 快点把牛角包吃了 那我先走了 咱们俩一会儿办公室见 我先走了 目前陆岛上的拆迁安置工作进展很不顺利 大大拖满了整体的项目进度 先前投资入股的两家公司 也都在考虑撤资问题 剩下几家大的投资公司 也都持观望态度 关于长城岛南部地皮抵押的问题 跟银行之间的沟通很艰难 银行方面报酬的抵押金额 只占咱们预估的百分之七十 而且利息相当高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整体项目完成 至少需要两年左右的周期 我怕到时候整个集团的现金流 会被陆岛项目拖垮 目前这个状况 大家有什么看法 刘经理 刘经理 你的意见呢 李总 咱们新开业的酒店 先前在欧氏集团新品发布事件中 起到了非常正面的宣传效果 目前GOP和RARPA数值 已经达到了集团旗下 经营五年左右的酒店平均值 而且现在依然有增长的趋势 我觉得 咱们完全可以等到更恰当的时机 再启动陆岛项目 在当下 国内国际上的众多顶级酒店管理集团 目前纷纷把精力都投入到了陆岛上 据我所知 HG 希尔顿 斯塔沃特 三家酒店集团 已经在岛上投资新建了项目 目前在国内 也有多家房地产集团公司 与我接洽过 他们对这块地皮相当感兴趣 所以我想告诉你们 酒店项目和普通住宅项目 是不一样的 我们只有抢得了商机 才会运到最终的胜利 这是我们黎氏集团一贯的主张 当年从一家小小的餐饮店 迅速扩张成国内数一数二的 酒店餐饮连锁集团 进而转入高端酒店领域 靠的就是敢打敢拼 比别人领先一步的战略方针 我说过 资金的问题 我会来想办法 而你要做的 就是抓紧完成轻退工作 陆岛的项目 必须要坚定不移地按计划进行 散会 敏亚 小黎叔 需不需要我跟你泼一泼冷水 小黎叔 如果两个人最终不能走在一起 是不是一开始 就不要去浪费彼此的时间 和情感 妹啊 人生在世 结果有那么重要吗 小黎叔 小黎叔 我们都知道 我们每一个人最终的结局都会是死亡 可我们干嘛还要这么热烈地活着呢 因为过程很美妙 况且你怎么就知道最终的结局一定是不好的呢 美妙 如果你不爱她 就尽早告诉她 如果你爱她 那么就和她一起努力 对吗 哪怕最终的结局是分手 也一定会有一个同样优秀的男人去爱你 谢谢你小黎叔